实话说 天将降大瑞于四人影 并先苦其心智 老其筋骨 在古老的东方文化中 我们常认为天意难测 博尔克查经的故事 这是刚铁是怎样练成了 艺术中的主人公 博尔经历了多次病痛和受伤的折磨 甚至在战斗中失去了双眼 但他始终不放弃 一次又一次靠顽强的毅力战争困难 重回战斗岗位 在双穆斯明的情况下 仍然坚持文学创作 展现了钢铁般的意志 常言到天机不可泄露 有时候上天师父也在以他独特的方式 给予我们暗示和指引 当然这些并不是明明白白的指示牌 还是一种需要我们去细心体会的征兆 一心境的短变 或许你曾长时间如孤舟漂浮在满满的大海上 四周是漫无边际的浓雾 但你不知所措 困队与迷茫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 将你简简束缚 但就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 一束光穿透了那很厚重的雾气 你发现自己对这些困境突然有了新的想法 就像是一阵清风吹散了心头的阴霾 先进的转变 让你重新找回了生活的色彩的意义 就像是古人所说的顿悟 也如同舒适在提西林壁中的明军 不识庐山真面 只原生在慈善中 曾经的你 可能就像是那位身处庐山之中的游客 被周围的山巒谍藏所迷惑 看不清前方的道路 而现在你仿佛走出了那片迷惑 站在了更高的地方 你全新的视角 要损失在过去那些曾经困扰的问题 这种新进的转变 也暗合了皇帝内经中怒伤肝 喜伤心 吃伤瓶 忧伤肺 恐伤肾的理念 过度的负面情绪 会伤害我们的五脏六腑 而新进的豁然开朗 则是对身心的最好疗愈 它告诉我们 无论生活给予我们多少困难的挫折 只要我们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 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 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种心境的转变 就像是一句俗语所说的 塞翁斯呢 言之非福 可见是对理财战者 都是想碰到 我们看似失去了一些东西 但也许正是这些东西的失去 才让我们有机会获得更多 当我们面临困境时 不妨换个角度去思考 或许会发现新的机遇就在眼前 二 人际关系的微妙变化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而人际关系的微妙变化 往往能够为我们揭示出 许多生活的奥秘 以后许会发现 随着个人心境的转变和成长 身边开始聚集其人 你们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变得日益频繁 反而有一种不行的力量 在牵引着你们靠近 这种变化 让人不禁想起古人所说的 物与内敬 人亦全分 正如论语中所言 但不同 不相为谋 人们总是倾向于 那些和自己有着相同志向 相似价值观的人交往 让你的周围开始出现 这样一批能够互相支持 不同进步的国败史 这不仅是人际交往的 自然法则在起作用 更可能是上天 在为你铺设成功的暴露 英国女小说家 简奥斯汀 在傲慢与偏见中 也曾描绘过人际关系的 复杂与微妙 小说中的人物关系 随着情节的发展 而不断变化 展示了人与人之间 情感的交织与碰撞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的人际关系 同样充满了变化与可能性 民间谐有缘 一个篱笆三个庄 一个好岸三个帮 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 离不开他人的帮助和支持 谈你发现身边 开始聚集起越来越多的 可以同甘共苦的朋友时 这或许正是你失业腾飞的契机 使于说朋友多了 路好走 良好的人际关系 不仅能为我们的生活 增添色彩 更能在关键时刻 为我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三 梦境的启示 古人云日游所思 这句话恰恰揭示了梦境 与我们日常生活之间的神秘联系 有时当夜幕降临 星光闪述 我们的梦境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心灵的另一种表白 它可能预示着未来的某种变化 像是宇宙间的一种神秘性 想象一下 当你在梦中漂浮于一个光灵交错的世界 看到光灵照耀的前方 那是否意味着 未来有一束希望之光在等待你呢 或者当你在梦境中 穿梭于繁荣的事迹 听到人们的欢声笑语 这是否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好运的成功 不仅如此 梦境还可能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 就像侦探小说中的关键线索 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 我们的梦境 也许正是那个不经意间闪现的灵感之光 显来后 这些梦境中的片段 或许仍然历历在目 让你不禁思考它们的深层含义 真求有言 圣人则智 一直天相变化 预示着人间的急修或服 而梦境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天垂像呢 但我们在梦中看到某种景象或得到某种启示时 不妨在醒来后仔细回味 思考人常说梦境是心灵的创呼 确实如此 梦境有时 似乎比我们清醒时的感知更为明昧 它可能捕捉到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 恐惧或是未来的预兆 不要轻视每一个梦境 它们或许正是你人生旅程中的重要路标 是偶然的成功体验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时常会遭遇各种挑战的困难 有时让命运之神似乎会突然降临 让我们在不经意间取得一些小成功 这些偶然的成功体验 就像是月空中的一个闪亮星星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也给予我们无尽的信心的希望 就像古代传说中的江子鸭 在风神演绎中 它原本是一个平凡的女父 却因一次偶然的机会掉到了神秘的大神边 从此开启了他不平凡的风神之路 这种偶然的成功体验 不仅改变了江子鸭的命运 也让他成为了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同样的在现代社会中 我们也不发这样的例子 比如某个科研人员在反复实验失败后 突然在某一天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或者一个创业者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 偶然间发现了一个被忽视的市场机会 从而一飞从天 寒地内经有言 正气存在 邪不可干 这些偶然的成功 其实并非完全偶然 他们往往是在我们坚持不懈 积极努力的基础上 加上一点点的运气和实际 台德与实现 比如爱迪生 他在发明电灯的过程中 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的尝试 但当他最终成功发明出电灯时 那种偶然的成功体验 无疑是对他长期努力的最好回报 这也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目标 就一定能够迎来那些偶然的成功体验 无身体与心灵的核心 在这个快节奏 高压力的时代 我们常常为了生活奔波 而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当你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开始变得更加核心 内心的阴霾和恐惧逐渐上去 这绝非偶然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是身体与心灵向你发出的积极信息 告诉你 你正在走向一个更好的自己 此时的你是否想起了 诗经中的那句祭祀在乎 朝朝其日 一指两马尚未出生 但每日都向着光明的方向成长 让你感到身心和谐时 也是在朝着更加光明的未来迈进 再回想一下其名要素 所强调的蒙根之道 其本质也是追求一种平衡与可谐 耕地播种 消水施肥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岔到好处 才能换来丰收 人生亦是如此 只有当我们的身体和心灵达到平衡 才能收获更多的幸福和成功 身心的和谐不是偶然 而是需要我们主动去追求维护 记住身心和谐 万事可期 当你达到这种状态时 这是迎接新机遇 不要辜负这份和谐 让它引领你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当然这些所谓的暗示并不是绝对 它们更像是一种心灵上的感应 和生活中的强和 我们不必过分迷信这些战兆 但可以从中汲取积极的力量 坚定自己的信念和目标 我们常讲究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五个暗示 或许就是天地在它独特的方式 与我们沟通 提醒我们留意生活中的 每一个细微之处 珍惜每一次的机遇和挑战 所以感到更不过迷茫时 不妨静下心来 感受生活中的这些细微征兆 它们或许正是上天 在默默地给予你指引的帮助 记住每一次的转折 都可能是新的开始 抓住机遇 又往之前吧 老天要度的都是有缘人 老天要帮的都是该帮的人 老天在帮人的时候 其实都不会明着来 而是会出现一些提示 如果你能够抓住就会 那么就容易翻身 如果你错过呢 那么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老天对谁都是公平的 不会无缘无故去帮一个人 你不会亏欠该补偿的人 只要你是努力上进的 只要你是善良勇敢的 只要你是后到靠谱的 那么你努力付出的一切 即使结果事与愿违 那也是在死的 终究有一天 老天会把亏欠你的一切 以利益种方式归来到你身上 人虚自度 天若度人 必要提他 在人生路上 老天要帮你的 会给你这些提示 不会明着来 有时候你会觉得 身边越来越多人失去了联系 也很久都没有露脸了 难道在突然的一天中 才发现对方过得很好 甚至已经发家自负了 原来 别人都是在偷偷地闷声发财 不会告诉你 也不会跟你来往太多 还是努力在自己的世界里赚钱 生活检查了无用社交 当老天要帮你的时候 会提示你该学会独处理 该学会减少无用社交 不再无所事事 而是让你有事可做 把发财的路子展现在你面前 聪明的人就会抓住机会 门神把钱赚了再说 老天在帮你 就是在你出门后 都会遇到赚钱的机会 老天若是不帮你 你想破头脑 都找不到赚钱的路子 为什么有些人能够灵光一线 发现了风格 从而发家自负呢 而有的人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 依然没赚到钱 七分努力 三分运气 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 老天帮你 才会让你知道 温身发财的好处 人不可能一直都是算你的 然而在某一段时期里 你发现你自己 无论做什么事情 从事什么工作 都是算你的 都是得心运手的 那么说明老天在偷偷地帮你 优的人就是这样 在某一段时间里 他无论投资什么 都是赚钱的 有无论去到哪里 都是顺利的 自己也无法想通 这是为什么 或许这就是受老天眷顾吧 在这段顺利的时期中 就要抓住机会 努力地在 之后会怎么样 我们都无法遇到 不要活在当下 说不定就会跟美好不期而言 人生一切刚刚好 这是老天给普通人最好的福报 能活得在个世界上 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够遇到贵人来帮自己 让你坐入一个行业 但是却没有背景 然明明之中 让你遇到了一个贵人 愿意带你入行 其实这都是注定的 是老天在冥冥中帮你 也许贵人帮你是有条件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免费的午餐 所以就算是有条件 自己考虑清楚了 权衡得失 那也是一个机会 没有无缘无故的帮助 当遇到了贵人 愿意带你入行 但是提出的条件你能够接受 那也是好事 在你跟着他干的时候 不仅能够学到东西 而且也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 这是值得的 老天要度一个人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没有吃过苦的人 是无法明白人生的意义 没有在深夜痛苦过的人 是不足以谈人生 人生有顺境 也有内境 并不是顺境就是好了 意境有时候也往往能够成就一个人 当老天要你处在了低谷 又给你机会翻身 就是考验你的心智 看你能不能吃苦 能不能受冷 吃了生活的苦 是改变命运的最低门槛 吃得苦冬苦 帮为人上人 老天让你经历的低谷 受尽了煎熬的苦后 如果你熬过去了 那么你的春天就来了 没有冬天不会过去 没有春天不会到来 再难的事情 都会过去的 一切向前看 苦尽刚来的日子 就在过远处的前方 就在过远处的前方